继续我们招来关注的是国际间的最新消息 在日本东京江东区 在当地时间凌晨4点多发生火警 火势蔓延到9栋的住宅 其中一栋公寓 住户50多岁男子表示 是自己纵火引起火灾 而日本当地的警方也在做进一步的调查 我们看到熊熊烈焰从家中的窗户外给窜出来 还有人大喊失火了 另一个画面也是浓烟密布直窜天际 消防人员出动了39辆的消防车 耗费了三个多小时才把火势给扑灭 目前传出有一个人因为吸入性呛伤 已经送到医院治疗 而警方也在征讯自称纵火的50多岁的住户 目前还要再做进一步的调查 大魔王Omcron变中病毒株 不仅在欧美跟非洲扩散 就连在亚洲各国也陆陆续续传出了境外移入的个案 新加坡卫生部在5号晚间特别表示 在发现了一起境外移入的案例 这名个案是一名从南非搭机入境的新加坡永久居民 可能是因为跟前两名案例一起搭乘飞机而感染 南韩仁川一所教会 也有多名的教友感染Omcron变种大魔王病毒 其中包括了一名外国留学生 如果确认染疫 那么首尔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疫情 所以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目前确认感染Omcron变种病毒的有12例的案例 另外还有14例的疑似病例 还在进行基因定序的分析 这26名的案例当中 有多达19人是没有接种疫苗 甚至没有完整接种疫苗的人 美国总统拜登在这个礼拜要召开全球民主峰会 而在峰会之前 由于俄罗斯跟乌克兰对峙的情势升高 甚至传闻 俄罗斯将在明年2月份要出兵乌克兰 因此欧美国家关注的重点 都是在美东时间礼拜二 拜登跟普丁之间的峰会 probably the hallmark of the entire week is going to be on tuesday when the president gets on that secure telephone call with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number one the top item to be discussed of course is th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russian troops massing on the ukraine border it's not clear to u.s. intelligence what the purpose of that is whether for example mr. putin is thinking about invading ukraine once again or if this is a some kind of a bluff 拜登跟普丁在今年稍早 曾经在瑞士日内瓦举办面对面峰会 但是拜登似乎是败心而归 而这一次的沟通重点 主要就是要厘清 俄罗斯派兵集结乌克兰 有没有可能加美国的报道 那么出兵乌克兰呢 持续来关注 法国即将在明年 就要举行总统大选了 尽管距离投票 还有三个多月的时间 但是现在各党派的候选人 都在磨刀祸祸祸 磨成擦掌权力的冲刺跟造势 其右派候选人 则穆尔因为种族歧视的言论很偏激 在昨天一场造势的活动当中 居然遭到反对者突袭攻击 支持者跟反对者全部打成一团 好 因为太过暴力事件 我们画面必须用抽格的方式 来播报给大家 那么泽穆尔当时是在人群突涌之下 正要进到会场发表演说 没有想到一名男子突然冲出人群 企图要抓住这位候选人 而他的支持者也是随即来护驾帮忙 导致许多人因为这起事件而受伤 而经过闹场之后 他还是依旧发表造势演说 不过医生在检查伤势之后表示 这位极右派的候选人至少必须要休息九天 才适合公开露面